韩主 韩主 你在看什么 哦 叶医师 我觉得真的很难过 因为我前阵子才刚报道一条新闻 是演黑豹的那个演员 才43岁就因为大肠癌而过世 然后我就在看更多报道 没有想到国人的癌症人数 大肠癌是连续12年是蝉联第一 所以可见大肠癌是真的很可怕 好 在今天我们一达大肠医院的 胃肠肝胆科的叶仁豪叶医师 就在我旁边 所以我要抓住叶医师 赶快来请教 就是大肠癌筛检的重要性 是真的很重要 对不对 大肠癌它都是从大肠息肉变成的 那从大肠息肉变成大肠癌 往往要10年以上 或者是更久的时间 所以在这中间 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个有效的筛检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有机会 去拦截这个疾病 或者在早期去发现它 那就可以减少大肠癌的威胁 那目前来说最重要的筛检方式是 我们的国民健康署 有提供50岁以上的民众 两年一次的免费粪便前血检查 那事实上粪便前血 它就是去侦测 在粪便这些息肉或者是肿瘤 造成的一些眼睛看不到的血湿 就是因为这些无症状的时间 空窗期 我们才更应该去好好地做筛检 那到底怎么样的族群 是需要做到这样的筛检呢 在大肠癌的行程上我们会强调三个因素 年龄 遗传体质 还有生活习惯 那对于三四十岁的民众来讲 我要强调的就是所谓的家族史 那如果说家里像是一等亲 就是父母兄弟姐妹这些有大肠癌的状况 那就应该要在四十岁或者是更早之前就要去做筛检 或者是如果家里有超过两个人以上的亲戚有大肠癌 那也是要在四十岁之前就开始进行筛检 那假设我验出阳性是不是就代表完了我中了 大概有二十分之一的机会确实是这些大肠癌 但是其他还有一半的人是大肠息肉 另外还有五分之一是比较大型的息肉 那不管是哪一种状况 即便它不是大肠癌 那我们去做大肠镜 我们还是可以去处理这些异常 那去减少它未来大肠癌的机会 你有提到其他的检验方式是大肠镜 两者的差别是在哪里 那目前分辨前血检查和大肠镜是国际上 有证据可以减少大肠癌死亡率的两大筛检方式 那这两个方法其实各有好处 分辨前血最重要的就是它简单方便 没有任何的风险 那大肠镜它虽然说以单次来讲 它可能比较准确 它也可以顺便把息肉拿掉 但是它在前置作业上来讲 是需要比较繁琐一些些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其实两个方式它都不是一试定江山 终身保护 所以说各位民众朋友在做检查的时候 切记就是不管您选择的是哪一个方式 定期的追踪和筛检 才能够去减少你后续大肠癌的一些威胁 今天非常谢谢叶医师 告诉我们大肠筛检的重要性 那么下一集呢 我们就要带大家了解更多 你所需要知道的大肠镜的专业知识 谢谢叶医师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